女孩名叫杨开云 从小父母双亡 跟着方伯伯相依为命 伯伯从未告诉他父母如何遇害 对自己的过去也绝口不提 只是带他东躲西藏的 直到方伯伯开了这家客栈 两人便在此低调定居 这一天 杨开云下山采买 意外遇到了一个名为王健新的男人 王健新发现杨开云手持长鞭 联想到江湖上用鞭的人极其的稀少 于是便问他师成何人 认不认识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影子神鞭 方成天方大小 杨开云觉得是有蹊跷 没有理他静止地离开了 而与此同时 客栈火计发现店里面来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他步履沉稳有力 却又踏雪无痕 必然功夫了得 火计连忙乡这件事告诉了掌柜方伯伯 方掌柜文言更是大惊失色 赶紧告诉火计 这个人来头不小 一定小心招待 杨开云回来刚好看到这一幕 感到十分不紧 于是临忙前来找方伯伯问个清楚 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询问 方伯伯多年来为什么要东躲西藏的 伯伯只说是怕有人找上门来 杨开云见伯伯如此的惊小慎微 当即猜想 难道仇家已经上门 莫非就是那个老头 方伯伯文言又想堂塞过去 可没想到这次侄女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方伯伯吓坏了 赶忙问侄女都知道些什么 杨开云则骄傲的说 我已经猜到了 方伯伯一定就是消失多年的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影子神边 方成天 方伯伯听后大惊 问杨开云怎么知道的 杨开云这才将自己偶遇 王建新的事情和盘拖出 方伯伯眼看身份暴露 却没有声张 只是让杨开云不要说出去 但杨开云并不打算这么算了 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又来到了老头窗边 悲叹 可没想到老头内功如此深厚 瞬间就发现了杨开云的踪迹 直接破窗而出 杨开云见状连忙驶出了进攻逃走 方伯伯为了侄女的安全 立即策马离去将老头引开 方伯伯刚走 没想到王建新竟然翻墙而来 直言要找恶霸方成天 见对方如此的诋毁方伯伯 杨开云据理力争的说方伯伯是个好人 而王建新得知了杨开云是方成天侄女后 也让杨开云帮自己带话 如果方成天还是个人 还有些良心 就到城中一客栈找他 说完便离开了 杨开云虽然不知道王建新 为什么说方伯伯是恶霸 但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于是赶紧去找方伯伯问清楚 可找了一圈也没有见到方伯伯 无奈之下杨开云只能暂时回客栈等待 没想到他刚一回来 竟发现客栈伙计已经死于非命 而屋里还有16个黑衣大汉在等他 回首的黑衣大汉见到杨开云 二话不说就让他交出珠宝 见杨开云不肯乖乖交出东西 冷笑一声 之后就说出了15年前的一桩旧事 那时玄武标局的杨总标头 需要护送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 为了珠宝的安全 于是请来了两个结拜兄弟 红大鹏和方成天帮忙 可谁知道貌盎然的方成天表面答应帮忙 背地里却夜袭标局抢走了珠宝 还残忍杀害了杨总标头一家 而这15年来 红大鹏一直想为杨总标头报仇 顺带拿回珠宝 所以号召江湖人士一起寻找方成天 如今他们燕云十六道 终于找到了方成天的藏身之处 自是不能轻易把手 说完燕云十六道蜂拥而上 逼迫杨开云交出珠宝 眼见杨开云就要凶多吉少了 影子身边方成天及时赶来 紧用一边就救出了侄女 杨开云见到伯伯立马转告王健新的话 又问伯伯 燕云十六道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方成天却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说自己从未骗过杨开云 之后便让杨开云去告知王健新 等自己收拾完燕云十六道 就去客栈见他 尽管杨开云内心充满了疑惑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方伯伯 他连夜找到了王健新 转告了方伯伯的话 质问他是不是也为了珠宝而来 可没有想到王健新 忽然脸色凝重双眼含泪 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真相 他不为辱宝 只为报仇 原来王健新竟是杨总彪头的亲外甥 当年方成天杀害了舅舅一家 他要让方成天血债血偿 杨开云文言立马为伯伯辩解 可王健新的一句话 让他陷入了迷茫 是啊 如果方伯伯没做那件事 那么十五年来 为什么一直东躲西藏 手握身边 却不敢再见江湖中人呢 就在这时 杨开云突然听到了 外面一阵子嘈杂声 原来是 洪大鹏互认为杨开云 是方成天的女儿 因此带人来抓她 王健新见状 对洪大鹏的行为很是不齿 冤有头债有主 方成天做的事 跟杨开云有什么关系 于是王健新当即决定 带杨开云杀出重围 之后两人便同洪大鹏 一伙打了起来 洪大鹏大喊一声 只要拿下杨开云 方成天一定会为救女儿献身的 这时 杨开云终于忍不住 大骂洪大鹏 自己姓杨根本不是方成天的女儿 本以为误会一场 危机随即解除 可洪大鹏一听姓杨 却脸色骤变 直接上去攻击杨开云 千军一发致己 幸好方成天神兵天将 挤鞭子救下了杨开云和王健新 之后 三人回到客栈 王健新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 直接拔剑对准了方成天 要为自己的舅舅报仇 可令王健新感到诧异的是 方成天竟然没躲 之后方成天带着杨开云和王健新 一起来到了一处密室中 指着一尊牌位给他们讲起了故事 15年前 玄武镖局杨总镖头 需要护送一批珠宝 于是请来了洪大鹏和方成天帮忙 可到了晚上方成天前去赴约之时 却发现镖局已经被烧 杨总镖头和几个镖师 正与黑衣劫匪殊死搏斗 而与杨总镖头对战的黑衣人 手中拿的却是和方成天一模一样的长鞭 方成天立即明白 这是有人要栽赃嫁祸 当即一上前想要擒住那贼人 就不曾想被一个小女孩的哭声起 他赶紧上前救下了小女孩 可一转眼的功夫 杨总镖头就被贼人所杀 紧接着那群人贼喊捉贼 声称一切都是方成天所为 甚至要报官捉拿方成天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况且贼人如果知道杨家仍有遗孤 绝不会善罢甘休 因此方成天别无选择 为了保住杨家唯一的血脉 他只好被负骂名 带着杨家遗孤东躲西藏十五年 而杨开云其实就是杨家遗孤 杨开云听方伯伯讲完自己的身世 顿时热泪盈眶 他没想到方伯伯这些年来 竟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王静心也终于明白 这些年来一直错恨了方成天 之后又根据方成天所描述的真相 将凶手锁定为洪大鹏 舅舅出事那晚方成天应约而至 舅舅也与黑衣人殊死搏斗 那么为什么洪大鹏迟迟没有出现 再加上之前洪大鹏得知了 开云姓杨时立马起了杀心 难道不是因为心虚吗 种种迹象表明洪大鹏绝无清白 在王静心的一番分析之后 方成天和杨开云也觉得 洪大鹏的嫌疑最大 为了证明三人的猜测没错 他们当即决定炸一下洪大鹏 于是杨开云故意暴露在洪大鹏的面前 并向众人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已故杨总标头的女儿 之后还谎称自己记得凶手的样貌 洪大鹏听杨开云说完顿时觉得好笑 可没想到的是 自己一时口直心快竟然将真相公之于众了 引荐自己的罪名得以洗脱 方成天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仇恨 与王剑心一起 一边一见 几下就解决了罪大贺疾的洪大鹏 杨总标头的血海深仇总算是爆了 故事到此结束